哈喽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花语乐坛呢如今不再仅仅是歌手的舞台 更像是一种对于明星综合能力的一种考量 唱歌对于歌手而言呢依旧很重要 但也不再是硬性条件 从当下许多选秀节目当中可以看出 对于新生代歌手而言 戏粉能力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而周深恰好是被这种隐形规则 差点埋没的天才歌手 自周深在好声音竞技赛被淘汰之后呢 倒是纳因被许多网友怀疑 是不是节目请的内幕 但是在后来的澄清结果当中呢 有一个说法更为贴切事实 纳因是因为当时的周深不具备偶像条件 而选择了李维 作为乐坛的大姐大 纳因的地位并不低 而他能够在淘汰周深时 说出一句 对不起周深 我更喜欢李维 已经非常难得 从纳因对周深的种种态度 其实啊可以看出 纳因对于周深的唱功是非常欣赏的 不然也不可能在淘汰周深时落泪 或许对于纳因而言 他更看重的是偶像形象 而非偶像之力 而周深在被淘汰之后呢 不出意料的陷入了沉寂期 虽然依旧有不少铁粉支持 但是似乎注定了与乐坛无缘 就在周深以为自己的梦想无法实现时 周深终于遇到了生命当中的第一位贵人 高晓松 高晓松在听到周深的歌曲之后呢 毅然决然的全力服侍他 并且出资帮助他出了第一张专辑 深的深 而后周深便一炮走红 其实啊这个过程除了高晓松外呢 更应该感谢的还有大姐姐音乐 给周深写了词 他也是耗费了不少的兴趣 我认为歌词永远是歌曲最重要的部分 歌曲最重要的是传达思想与意境 编曲仅仅能够做到烘托情感与衬托歌词 然而他们就是周深最该感谢的人吗 不 除了音乐上的伙伴外 其实周深最该感谢的 还是一只默默付出的生米 生米为周深的默默付出 周深的声音虽然很美 但同时也迎来了一部分人的质疑 一个男生用尾音唱歌 不会显得很娘炮吗 关于这个质疑啊 其实也是周深高中时产生自卑的原因 但生米不管黑粉如何嘲讽 依旧默默的给周深最大的鼓励 直到周深真正找到了自信 可以说生米也是周深亦是亦有的引路灯 当下的粉圈一直都是以偶像的实力 作为自己炫耀的资本 并且打着偶像的旗号 肆意语言攻击他人而找到存在感 然而生米不同 为了周深不被黑可谓是小心翼翼 可谓是相当暖心的妈妈粉了 当然最重要的一点是生米本身的存在 周深的父亲起初并不是很支持他选择歌手的道路 但粉丝的存在让他的父亲产生了变化 而且呢在当下流量为王的乐坛 生米的活跃也是周深能够获得如此多资源的重要原因 感情是相互的 生米为周深付出的不求回报 但周深对生米的感情就只能够用怼来形容了 其实啊从周深我们当中也可以看出 优秀的人总是会获得欣赏 就算不能够改变规则 只要默默努力坚持我们自己的梦想 也会遇到欣赏自己的人不再孤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